Hello,大家好,我是小金谷,我是魔狗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给大家带来大家之前反响非常热烈的一支 就是我们淘宝收藏家里有什么 然后这是继淘宝购物分享之后可能也会比较受欢迎的一个主题吧 因为大家好像真的对于网购物非常知名 对,然后呢,自从说我俩要做这个视频 我又打开了购物车,还有购物车里有一千多个 你打开你的收藏家 对,打开了我的收藏家,我是一个不怎么用购物车的人 我发现我的收藏家里有一千多条 然后呢,我就赶紧把那些失效的都清除了 现在就剩一百多条,剩二百多条了 你失效了八百多个 就是因为有很多攒的特别多 就是收藏家,就是我加进去,我也不会再给它删了 就是我只是放在那,就可能有好几年之前的 我会定期清除 我清的干嘛 就我会定期清除失效的 然后我就是可能被我个三五年没有清除过了 然后我一下清了这么多 所以我现在只有一百八十一条 哦,那我比你多 我有五百二十七个,那我们开始吧 然后我们会把我们的,咱俩得给它留着位置 弯过来点 给那个屏 跟大傻子一样 然后我们会把那个手机的那个屏幕就放在这边 然后那我就直接从前往后调调说 对,因为之前我跟浩哥本来想去那个 哎,这日本签设啥的我就跟你说了 由于这个,我觉得还挺逗的 就是它是一个遗愿清单 就是其实就是一个to do list 然后就是把你想去的地儿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可以写在上面 然后你每get一个就快了 对对对,然后它包括就是说 它还说就是说你要达成这件事 你的策划是什么 然后你完成这个愿望以后 你的感想是什么 然后再贴上图片 特别像我们公司的OKR 哦,是吗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宝宝 就是它是一个系列的 感觉还挺逗的 然后所以我们现在是每个人全说完嘛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是 自从我跟浩哥度迷约 是浩哥第一次走出国门 所以我想说 看要不要买这样的一个世界地图 然后它是这种绣十字绣的 就绣上去的 所以你每去一个地方 你就可以绣点东西在上面 我觉得还挺逗的 然后这个世界地图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我觉得手持钢丝球 因为我特别不喜欢 拿手去接触那个钢丝球 因为我觉得钢丝球特脏 因为钢丝球它又特别锐利 所以你擦完好多什么菜啊 擦完锅 还会有好多小杂点在里头 然后我就就是这个手持 我要窒息了 对,我就特恶心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手持钢丝球非常好 我记得我还收藏了一个 特别长的那个长柄的 刷锅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就是一些我之前去海岛 就是收藏了一些小群的 对 再来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挺逗的 这是一个小型置兵机 就感觉特别像那种櫻桃小丸子什么 这叫他们之前泳的诗 就还挺逗的 哦,这个 这个就是那个长柄刷锅的 完全家庭主妇 然后 接下来就是 哦,这个跟大家推荐一下 就是这个油泥加的这个除尘胆 我觉得这超好用 就是你看那个这个东西 你哪有灰你就往那擦一擦 它就把那个灰吸附在上面 然后就是也不是特别贵 这里面有大概八片吧 然后一片容用好久 现在我们家的这个灰什么这些 我都是用这个除尘胆去除 推荐给你 就是你刚才弄的 像激光胆 对对对对对 因为北京灰特大 特大 然后我觉得真的特别需要这个东西 超方便 还有这个 这我之前准备去泰国的时候买 但是他妈老婆给我发火 气死我 退款 然后对 然后就是一些什么胸贴这种 我觉得比较适合 如果你夏天穿露背的衣服 我觉得收藏加 真的是一个非常季节性的东西 对对对 就是比如说我们最近要出去玩了 我就会疯狂收藏一堆 你看着明显就是只有度假才来穿 对对对对 然后以及度假相关什么防晒霜啊 小帽子啊 草鞭包啊 没错没错 然后你看比如说像这一区 就是一些 没有没有 这个是我们年会 然后主持人 然后要穿的一些什么衣服 然后就收了几个 然后比如说还有那种 有一阵我特别想要生小孩 然后提前收了一些 比如说孕妇穿的一些衣服啥子 可是我现在已经 短时间内不能要小孩 因为我要换 又换新工作了 然后再来就是 这个就是那个兰扣 我们之前做评测的这个分离 我还有点想吧 还有这个我觉得这手机壳也挺逗 啊这是手机壳啊 对啊 它是iPhone的手机壳 我觉得是不是挺逗的 然后对然后还有什么一样是车衫 都是之前想要小孩的时候收藏 我这个人就喜欢卫浴绸缪 然后我觉得这泳衣还挺好看的 丝绒的这种 但是这种沾水会不会很沉 那不知道 反正它俩袋了嘛 嗯对 然后这个是我 这我是去马带的时候我买的 这很挡肚子 然后然后我穿了这个 就我第一天就是晒出一个高腰泳壳来 然后第二天我穿低腰的 所以我就晒出一个阶梯来 就非常尴尬 这个是我之前就是婚礼的时候 想说翻手礼 对 然后对 然后看一些可能收尾 这个就是我之前买的那个包 然后很多人管我腰链接 然后就没有什么 这个就是婚礼那段时间 想买个什么敬酒服 或者是那种清婚纱 想出去旅拍的时候 对 然后比如说还有这个结婚册 然后可以看到我最往前 最往前还有货 真是不容易 对啊 哎 哎 你看我最往前 这个好像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收藏的 缝纫机 就是我是一个非常有追求的人 但并没有买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 头膀衣服都不好看 我想自己做 然后但是根本就没有复制于行动 然后那个时候的审美就是 你看我那个上大学的时候 我已经看了 挺逗的 好吧 那我给大家看看我的 我手机快要没电了 抓紧给大家看 首先呢 我最近一段时间对植物非常感兴趣 因为我关注了一个做园艺的up主 然后我就每天看到小花园 那你家也没花园啊 但是你可以买先切花啊 就放在办公室啊 或者养一些小小的盆栽什么的 我看小花园就那种超级激动 然后所以呢 我就收藏了一些小植物什么的 比如说像这种小小的盆栽的灵栏 你是想放在你的办公桌上吗 嗯 这种盆栽的灵栏 你看它就一个一个像小灯笼一样 就特别可爱 然后这个呢 是就是猎王 它在每年的儿童节都特别想要气球 然后这是我给它收藏的那个儿童节送来的礼物 然后这个 靠哥儿童节送礼物啊 然后这个呢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酒推荐给大家 然后而且它的这个酒标是这种毛茸茸的质地 它的特别有意思 然后这也是我我收藏的植物 这植物个儿大 对这个可能就养不了 然后这个也是植物 但哎这个失效 那鞋还想要看 嗯 这个我超喜欢 嗯 这有点像蒲公英的感觉 它是兔尾巴草 嗯 那鞋还想要看 这个吧 嗯 嗯 打开 何其丑 嗯 他们家鞋我觉得还都 可以可以到时候分享给我 嗯 然后呢 还有一个要着重推荐给大家是这个面 嗯 这个面 它是两人份的这一包16块钱 嗯 然后你煮了之后 然后在里边下一个半熟的蛋 然后下两片菜叶子 就吃起来跟店里的酱油拉面一模一样 就真的很好吃 酱油还是骨汤 它有不一样的 有臀骨的 然后有那种什么酱油 就反正就跟店里的拉面 我觉得是一模一样 可以可以 因为我还挺喜欢吃那种 嗯 然后我还最近收藏了很多那种断面的连衣裙 嗯 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收藏这个东西 就 嗯 而且这还挺贵 对 就是很有趣 但是很贵 然后 然后 然后那段时间 我有一段时间还很想买大姜的那个灵谋 所以我收藏了它的那个广效镜头 嗯 我以为灵谋卖95 我也那么便宜 然后这一溜全都是断面的那个裙子 但是我觉得穿断面裙真的对身材要求很高 我真的觉得断面裙穿不好 不怎么好看 真的 就你是稍微 你像我这种大话的人 我根本就穿不了断面裙 那现在你屁股特别大 我觉得这袜子特可爱 嗯 嗯 呵呵 但你穿这个袜子 你穿什么样的鞋呢 就它是那种有点类似于高腰不高 然后低腰不低的 也是 然后呢我还有一段时间特别想买这种特别少女的睡衣 呵呵 你是想穿给自己看还是穿给别人看 啊这种为什么要穿给别人看 就是一点也不暴露 没有就是没有光着小小家 然后走在地板上 然后穿着那种白色洋娃娃的睡裙 然后显得很无辜很可爱 但是我长得不舒服 说不定是让谁给你拍个鞋真正 呵呵 然后这个也是 这个也很可爱 但这个就会 但这穿着能不舒服吗 不知道 反正我也没买 怀疑 我根本就没有买 然后 我看还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问题 基本上就衣服收藏挺多的吧 然后酒 这个穷姚姜我也非常推荐 你怎么就跟大家推荐酒类产品 对 要不然就是酒杯 要不然就是酒杯 然后这一粒呢是酒杯啊盘子啊什么的 羽绒服 你看都非常季节性的 那一粒都是羽绒服 然后就没了 然后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没有试 但是是一个别人推荐给我 就说这个东西 你自己买了在家就当护发素那么用 就和在美发店做那种什么密集护理 是一样的效果 然后我也不知道 我推荐给大家可以试一下 就很便宜 好像是巨大一罐 两百块钱 然后能做好多次 然后这个部队火锅的包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尤其是在家里聚会 但是你很想和朋友在家里哄拍 但是你又觉得做饭太麻烦了 时间又久的话 然后最后还涉及到刷好多碗 真的就挺烦的 还有油烟什么的 你就可以买一个部队锅的这个料包 然后大家就围着在桌边吃一个部队锅 最后就刷几个碗 刷一个锅就完了 那也刷了挺多东西的 你要比做饭一个盘子一个盘子都是油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们前两天就是 浩哥说 我要完就在家吃饭吧 然后我说行 我说但是这次轮到你刷碗了 结果你知道浩哥拿什么盛米饭吗 他拿海底捞外卖的那个小碗盛米饭 我说你既然不刷碗 我说你就开始拿纸碗给我盛米饭 真 我说这样还得让我给你带点外卖盒子 我说你拿盒子装菜呗 简直 反正就是因为你正常做 尤其是中餐 尤其是聚会 你肯定不会都是素材 你肯定要做点什么排骨啦 红烧肉啦 这些东西就都巨多油 然后要蘸好多盘子 你吃这个呢就是一个锅 再是你几个人 就是几个小碗 可以买点纸盘子 不要不要 保衡倒一点啊 朋友们 对 然后这有这个 其他的我觉得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一些小女孩的裙子啦 鞋啦 什么的 我还收藏了一个笔记本的防窥膜 就是可以上班干点小私活 小私事 因为我现在我的旁边就是我的老板 我俩挨着做 我俩是大老板 对 然后我就有点心里有点 但是呢 我其实已经下单买了 买完了之后呢 我又送给了我其他的同事 我就觉得 你就坐在他旁边 他看着你干什么 就也无所谓 但是你一给挡上了 就感觉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对 就反正这个感受特别不好 心虚 可能老板就是想 你就算看微博 我看我就看了 我觉得被他看见我 用了防窥膜 都没有被他看见 我在那刷微博的感受好 是 所以就算了 大家再看看 其实我以前的收藏家 有特别多有意思的东西 但是都失效了 所以就被清掉了 我也挺有意思的 这个是那种一次性充电宝 我觉得可以就是戴在身上 就是每个他就说 比如说这个电池 你可以充几个小时 然后我觉得就是还挺方便的 但是可能不是特别环保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临时救急用比较好的 然后就比包括哥哥哥的衣服 我也会收藏一些 然后这个是我之前特别迷恋 这个日本风的这种小收纳袋 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然后包括那个时候 我跟蘑菇他们要去泰国玩 看好多裙子 since then他们家 如果你要去海岛玩的话 可以看看他们家的衣服 都还可以 然后就是我还收藏了电动滑板车 因为之前 因为之前我就是不是特别想坐公交车上班 因为就每次你都要等车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特别麻烦 而且那个时候我还在蓝标嘛 就是你下了车 然后你还要去走一段距离 我就非常懒 我就想说骑个电动滑板车去 我还有一个想跟大家推荐的东西 也是一个非常日常的东西 是这个 是一个用来擦地板的剂 然后这个好像是 就是那种好多香港的飞庸 他们都在用的一个东西 然后就是因为 蛆纹 对 就是它本来正常呢 是一个就是擦地板的清洁剂 但是呢 它里边的成分是有点薄荷脑啊 还是什么的 就是它还在你擦地板的同时 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家里养狗啊 或者什么的 就会有一些味道 然后你用那个拖的话 就加一味道就会很清 同时还有驱蚊的效果 我觉得就还挺好的 我特别怕蚊子 就那个蚊子一直在我耳边崩溝 我都全是你鸡皮疙瘩的 就我在手水中我都能惊醒 行吧 好 那这样 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一期 对大家的这么一个淘宝收藏家的分享 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喜欢 就是在淘宝上买的 或者什么之类的话 你们也可以弹幕留言告诉我们 对 然后这个可以 我们也可以就是 隔一阵 隔一阵就可以做 你们还想继续看下去吗 你们可以淡幕留言告诉我们 对 还对他还有没有兴趣 对 行吧 好 那就这样 然后不要忘了给我们 凤凤的淡幕评论 大哥 你